孕妇及者及圣神致命者阿们 圣母玛利亚小明之心 Morning Star 所谓的小明之心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黎明的星辰 在黎明的时候 星辰渐失明 太阳变慢慢的升起来 黎明就把我们带进白天 黎明英文叫做Dawn 黎明 黎明的时间非常短 似乎是一个过境而已 是一个经过而已 但是黎明很清楚分开来白天个月晚 白天不可能立刻变成黑夜 黑夜也不可能立刻变成白天 要经过黎明 黎明 本文看好为什么教会给圣母这个名字小明之心 就是黎明的星辰 为什么圣母被称为小明之心呢 古老原始信仰 古代人 尤其是中东地区 人经常望着东方看星辰 他们相信宇宙天体中 宇宙的天体当中呢 有太阳 有月亮 有星辰 甚至于有星球和世界 没有错 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呢 跟我们国家 国室 国担 国商 以及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他们经常晚上看 从他们这些星球里面呢 去看是否我们的国家呢 有这个国运昌龙吗 人民安堪吗 靠星星 人的生活与宇宙天体呢 虽然说离了几千几万英里 人的动作跟宇宙天体空间的cosmos space 来相比呢 我跟你讲 其实 没得相比 如果我们人的生命跟宇宙天体相比的话 人只是一只小蚂蚁 或者说 如果把人的寿命跟宇宙天体相比来讲 90岁的人 就如同一个几分钟的生命一样很短 天体的东西是几千年几万年 星球 月亮几千年几万年 创世到现在几千年几万年 而跟我们的生活是几千里几千几万英里 但是人还是把这两样东西拉起来 当我们去研究宇宙论的时候 看见宇宙天体 你就会晓得 什么叫做广大 什么叫做无限 什么叫做永恒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人呢 还是相信 天体 天 这个星球 跟我们人小小的生命细细相关 很多人相信这一点 也因此经常去参考星辰 星辰的旋转跟季节的改变 定下我们人的命运 也因此呢 他们相信 世界的局面 国事 国担 国商 某某总理去世 总统去世 都跟星星有关系 他们相信一切有生命的 都依靠这星星 依靠这星辰的旋转 定下那不可改变的命运 他们相信 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 也是靠星辰 星辰 星星 都依靠这星辰的旋转 人呢 便从星辰那边慢慢算出来 时间 热力 热气算出来 他们相信一切生命都依靠这星辰的旋转 人的命运呢 改变不了 命中注定 所以人就变成重 慢慢算出来 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呢 都是处在什么呢 一个星球 或跟某一个星球相碰 光线呢 拉在一起 这就影响到我们 人的生命 人呢 便给宇宙天体呢 朝拜 有的人呢 拜太阳 拜月亮 拜金星 Venus 拜木星 Jupiter 拜土星 Saturn 以及其他的星座 都把这些星星的当成神明 甚至于呢 世界各地呢 某种 某些民族 地区呢 把这一切当成神话 比如说 西方人经常用 新挂 或新宿 Holo school 来算命 有处女座 天平座 来算命 埃及 以及其他中东地区 也发明了天文水 加上科技 产生了另一种相似的信仰 所以现在的人呢 算命呢 可以进到电脑里面 大体电脑 算命 印度教里面 佛罗门教 佛罗门教 也取代了星座来算命 东方民族 道教 有朝拜星城 并且呢 相信有很多很多星城 星座 各个星座 都有他的名字 东南亚地区 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这个庙里面 这个叫做 斗母公救完也 也是与星座 信息相关 东南亚国家 我现在呢 进到圣经里面 讲星星 讲星城 大概从圣经里面 我找出来四点 到底星星的目的在那里 为什么天主要给我们星星四点 第一点呢 星城呢 是来点缀宇宙 把这个宇宙呢 美化起来 我举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 天地和天地间的一切点缀都完成了 这就是指星星 stars 创世纪的目的呢 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 天主说 在天空中 要有光体 以分别昼夜 作为规定时节 和年月月日的记号 要在天宫放光照耀大地 所以你看星星白天月晚 什么时候什么季节 怎样走都是天主定的 晚期教会 不是晚期的先知 亚毛斯 当他在哀悼以色列的时候 他有说过这句话 你们为什么拜星星呢 是天主创造的 天主创造的 你们为什么去拜呢 天主就按照时间季节 使这些星星寻转 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 服务人 第一点 星辰是点缀宇宙 第二点 如果你看圣经 星星是天主的仆人 星星也会为天主打仗 作战 明斩记就有了 洛书二第十章 第十二节到十三节 也这样说 善主将 阿摩利人 交给以色列子民的那一天 洛书二当在以色列人面前 对善主说 太阳停止 即被红 月亮你停止吧 月亮真的停止了 太阳果然也停止了 没有发亮 地上的人在作战 他形容成天上星星也在作战 星星呢 月球呢 听人的命运 听 人的命令 命令 当天主之明 跟敌人在作战的时候 人能够命令 太阳 命令 月亮 你停止 不要晒 不要把关 所以星星 月球呢 都是什么呢 受造物 都是仆人 圣经里面 有这种概念 连星星 连月亮 太阳 星球 都要听我们的 因为他们呢 是主的仆人 是受造物 第三点呢 星辰呢 彰显出来 天主的本质 跟本能 the extent of God 就是说 从他们身上 星辰身上 我们看出来 天主是怎么样的天主 天主是谁 星辰 彰显出天主的本能 和本质 星辰跟整个天体 按照热跟夜 白天夜晚在旋转 季节 每一个季节 也改变风向 都是天主放的 OK 天主安置他们 他们呢 就在 不同的季节里面呢 放出呢 他们的光芒 放出他们的呢 气候 这边 从这边来来看 天主的本质 the extent of God 圣友第十九章 第五节说 他们的声音 传遍朴实 他们的言语 到达地基 天主在天 为太阳 设置了 帐篷 等于说 整个天主呢 整个天庭的 天朝呢 都在赞美天主 连太阳 月亮 都在赞美天主 雅各书第六章 第十节说 那善生如成义 美丽是月亮 官耀如太阳 专严如整齐 君旅的 是谁呢 雅各书第六章 第十节 其实这一章 是你们四圣母君 经常念的 她来自 美丽像浩月 灿浪像太阳 这位是谁呢 圣母君 每一次 就念念那句话 就是什么 雅各书第六章 第十节 她来自像浩月 美丽像 她来自像 热处 美丽像浩月 灿浪像太阳 这位万君 是谁呢 圣母君 从雅各书第六章 第十节来的 我查过 我查过 智慧书第七章 十八节 到第十九节 天主祂使 时间 时间 做开始跟终结的中心 时间控制一切 春夏秋冬转变 季节改变 年岁循环 星辰都有她的位置 讲得很好 天主是天体 天体的一切的塑造物 每一个星辰的光亮 都发出天主的光辉 你看到星辰在转 你可以想起天主的万能的力量 星星亮起来 你可以看到天主的光芒 你看 圣经有十九章 第二节说 高天承受天主的光荣 穷昌宣扬他 守的花工 所以第三点呢 我讲的是 星辰彰出来天主的本质 第四点呢 星辰不躲避天主的花工 而且指向天主的美 星辰有我们看到天主的 creative beauty 一切都要荣归于天主 智慧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说 从塑造物的伟大和美丽 人可以推向这些东西的背后的 创造者 接着受造物 人可以相信天主的存在 星球月亮 人能够创造吗 不可能的 就天主能够做到的道 所以从这些受造物里面 人可以想象天主的伟大 天主的存在 他的创造 他的威能 甚至于他的福分 他给亚伯郎的子子孙子的福分 创世纪第十五章 第五节 三主对亚伯郎说 你看看参天吧 数一数星辰吧 你能够数吗 你的后裔也是这么多 你所看到星辰有多少 你的后裔也多少 你看 另一个例子呢 讲到 一人的得胜在 达尼尔书第十二章第三节 说 贤民之事要发光 如同参天的光辉 那些引导多人 归于真意的人 要永远发光如同行程 一人的生活 如同星星 亮起来 这几本书呢 都是在讲到 人的福分 如同星辰 这些星辰 星球 为什么会使人 堕落呢 使人跌倒呢 一向来 历史上 都有这种记载 比如说 你看以色列 以色列人呢 在历史上 不断地受到 外邪教的诱惑 经常受到 外邪神明的吸引 过的生活 如同是外邪人 对天主不忠 尤其在王国时代 当王子娶了 迦南的人 当王后的时候 尤其是 契东人 撒玛利亚人 那一代人 朝拜的是 罢神 朝拜罢神的 难免都会 朝拜星辰 对宇宙的季节 跟星辰 特别有兴趣 如果你看 列完记下 第十七章 以色列子明 抛弃了 上主的 一切命令 为自己 缩造神像 及两个牛犊 制造木偶 朝拜天上万下 就是星辰 球 而是星球 封献 封献 马尔 使儿女 经过火 放在火里面 献给神 包括行 战卦 法术 出卖自己 列完下 二十一节 莫纳瑟 还替马尔神建立 祭坛 祭坛 制造木偶 当成神 敬拜天上的万象 列完记 下二十一章 第六节说 你们不可以把 你们的孩子 放在火里面烧 献给神 行什么 战卦 邪术 招魂 都不可以 这是善主说 所讨厌的事 在晚期的 著作里面 尤其是在 二十二 第八章 第十六节 有二十五个人 背向善主的著作 面向东方 朝拜太阳 东方朝拜太阳 旧院里面 也有其他的书 写的很多 但是你要慢慢的找 在九月时代 无论在耶路撒冷 埃及或巴比伦 在东欧地区 都有很多人 向天文体寄宪 朝拜的是 伊斯塔天后 大概这个是女神 伊斯塔天后 还有金星 Vanish 我举这个例子 其实在圣经里面 在新约 新约已经告诉了我们 行程其实是天主的座位 但是我讲新约之前 让我先讲旧约好吗 先讲旧约好吗 刚才我讲什么 我讲到巴比伦 伊路撒冷 跟埃及 这些中东的地方 都有着这种 拜这种天文学的 例子 我举例子 你看 耶路撒冷 第七章第十八节 耶路撒冷 讲到耶路撒冷的居民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说 难道你没看到吗 你们的儿子 在释财 在收财 在财上点火 你们还为母后 做饼 你们向外方的神 寄贤 这里也有耶路撒冷 你们的孩子去收牧 去取财 然后点火 做饼 给母后 耶路撒冷 埃及呢 你要看耶路撒冷 第四十四章 第十八节 埃及 刚才是耶路撒冷 现在是埃及 埃及 自从我们断绝向天后 献香 不给她 敬酒以来 我们就是这样缺乏 死在刀剑下 饥荤下 也因此呢 我们女人呢 要给天后呢 祭香 送酒 依照她的形象 给她准备 炳酒 给她 敬酒 这是 埃及 巴比伦呢 一撒一撒四十七章 十三节说 你也许听过 许多计谋 现在让那测天 天 观星辰 和美月 预告你们 未来的事 来拯救你们 意思是说 巴比伦 你们经常 按照时间 去询问 去看 看未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星星又讲什么 天体又讲什么 所以 这三章里面 你看到 耶路撒冷有这种人 埃及有这种人 巴比伦也有这种人 从历史中 你可以找出 两大原因 为什么人会去拜星辰 一方面是迷信 一方面是害怕 迷信跟害怕 两个是 一体的两面 一体的两面 一带行司呢 反对 并责备百姓们 你活得像外教人一样 如果你看生命记里面 就写了很多 生命记第四章 跟第十七章 都写了很多 他说 你们 举目万天 看看星辰 看看星辰 你们不要 被他们 去朝拜 你们要朝拜的是 你们的天主 生命记里面 还说 如果你发现一男一女 去做这种事情的话 他们违反了天主的盟约 他们去供奉其他神明 他们拜太阳 拜月亮 拜天象 你最好 去警告他们 你去打听 警告他们 生命记里面 讲这些 那星辰呢 跟堕落天使呢 有关系 跟魔鬼有关系 星辰呢 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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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呢 成为人生活的偶像 人经常不断去参考他 他要幸福 他要参寿 我说了 一个国家里面 所以从国担到国山 王帝生了一个太子 看看星辰 王帝驾崩了 也看看星辰 从事情到星辰 似乎好像星辰 都有话讲 都有话说 这边产生的生命 这个生命象 和极限 树密论 跨面树密论 并成了整个国家 都是依赖这种 这种学说 如果星辰的预言 导致人离开真天主的话 那是堕落的天使 那是邪灵 在天使论里面 有讲到 堕落的天使呢 反天庭 不断被人吸引 人就不断地离开天主 因为 堕落天使呢 很会吸引人 人就不断跌倒 一直堕落下去 末世录里面第十八章 对不起 末世录里面第八章第十节 讲到 有三位天使 一吹号角 就有一颗大心 如同火把一样 从天降下来 落在河的三分之一 末世录第九章说 第五位天使一吹号角 我看见星辰从天掉下来 并给了他深渊洞穴的钥匙 末世录里面呢 是讲到天使呢 要来审判 无论是天使也好 还是人类也好 都要被审判 所以 很多方面 星辰本来是很美的东西 它使人跌倒 使人堕落 拜星星 拜月亮 拜星球 你看 教会说 这些都是 所找物 一切都在基督内 宇宙的一切都因着基督 而被创造 也在基督内 被救赎 在新约 有讲到 新城 有 有 有两个行义 在新约里面 星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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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行义呢 就是 星辰 走向天主 第二个行义呢 星辰呢 是基督 因为基督身上 有天主的光 The star is Christ 我先讲 第一个行义 星辰 是走向天主的方向 马道第二章第二节 群士们说 刚诞生了 由他的君王在那里 我们在东方 见到他的心 将来朝拜他 星辰应该 带领我们 走向天主 路加第一章78节 照加利亚说 这是处于我们天主的慈怀 使旭热由高天 向我们照耀 天主对我们 忍耻 他才让太阳呢 从东方升起来 为观照那 坐在黑暗中 死影中的人 并引领我们的脚步 走上平安的道路 因为天主忍耻 他的光从东方照起来 使我们生活不再有黑暗 从现在开始 从光明的角度去生活 所以 星星应该走向天主的方向 第二个行义呢 就是星辰呢 是基督 天主的光 得胜 哥罗森 保禄所讲的星辰 你们要小心 免得有人以哲学 以虚微的缓言 按照人的传授 依照世俗的原理 不依赖基督 不根据基督的圣言 勾引你们 他说 不要让人 在饮食上 在节日上 在安息日上 给你定什么 规定 规律 这一切 这一切的未来事物的阴影 都是 都是来自于基督 不要让那 甘愿自卑 而敬畏贴使的人 夺取你的奖品 这种人呢 都是幻想 各罗森书 写这个 当然 末世录里面都有写的 也写很多 马斗24章29节说 这是耶稣讲的话 那时时热的灾难一过 历时太阳 就要昏暗 月亮 不发光 星辰要从天上 掉下来 天上的万象 要动摇 人子就要出现了 人子来之前 你会看到这种现象 太阳昏暗 月亮 不会发光 时间到了 人子来了 末世录21章是这样 天主之城 不需要太阳 不需要月亮 光照 因为天主的光 永远照耀他 羔羊 就是他的灵灯 圣经讲很多 但是也不容易懂 其实我念圣经的时候 对我来讲也很难念 因为有很多圣字 关于星辰这方面 特别多的圣字 最后我要讲的是 圣母玛利亚 为什么称为 小明之星 Borning Star 其实 凌晨的时候 金星 Venus Venus 这个星星 这个星球 这星球 被视为 早晨之星 跟亡昏之星 其实 它不是星辰 它是星球 它不是星辰 它是星球 不是星星 是星球来的 每一次 但是黎明的时候 大概早上四点多五点的时候 金星 Venus 在东方 太阳 也要从东方上来 太阳在东方上之前 那颗星在东方 应该是Venus 金星 黎明 黎明的时候 黎明的时间 非常短 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耶稣 是那个蓄热的太阳 要出来了 他要出来之前 那黎明的之星 是圣母 圣母 教会才叫他 小明之星 当太阳一上来的时候 黎明不见了 当太阳在完婚 要下山之后 当太阳在完婚 下山后 有一片黑暗 之下 星辰才开始 闪亮起来 对 闪亮起来 白天不可能 立刻变成黑暗 黑暗也不可能 立刻变成白天 当太阳 在完婚下山后 在一片的黑暗之下 星辰才闪亮 慢慢地闪亮出来 这也表达 基督来自于玛利亚 新亚当来自于 新二王 在旧约 天主就是那个光了 一些人在白天 靠云彩之光 黑夜靠火火柱 在新约 耶稣称自己为 世界之光 也因此 若翰习者说 耶稣要兴盛 我要微小 I must be small He must be big 所以呢 我第一点讲的是什么呢 光都是天主 光来自于天主 耶稣被称为 东方的太阳 东方的太阳 出来之前 有黎明很短的时间 Morning Star 将会称为 把这个名字 放在圣母身上 Morning Star 黎明之星 小明之星 太阳出来之后 黎明之星不见了 Vinus也不见了 星球 金星不见了 在复活节的时候 尤其是 圣周星期六 当我们在唱 《复活辣》的时候 在赞美天父的穿造 赞美耶稣的救赎我们 在赞美人类 因为罪恶 尽管被救赎 在唱《复活辣》的最后一段 注意听 最后一段 神父快要唱完了 最后一段 是这样唱 愿此蜡烛的光芒 为天主所约纳 如同新香 加入新尘的寒涅 照耀四方 愿此烛光 常然不息 愿这个光 永远点点燥 直到黎明之星的生气 直到明天白天 再来黎明之星的生气 这永远照耀的黎明之星 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 让这个光 今天复活 我晚上 我们点这个光 因为这个光 永远点到明天 太阳上来 初级教会团体 知道东方旭热是指的是耶稣 也期待他 耶稣第二次的来临 也因此呢 当你去圣地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很多墓园 坟墓朝向东边 他们相信 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呢 也是从东方来 每天 黎明过后 有太阳 天主仍然不让世界 永远处在黑暗中 人永远不会 也不用 处在罪恶中 救恩来自于基督 圣母呢 就参与这个 救恩的计划中 圣母小明之心 当我们一看到 小明之心的时候 我们知道了 小明之心 过后 有这个 东方的太阳 蓄热的太阳 圣母小明之心 所照热的是 耶稣之光 圣母玛利亚 小明之心 为我们等起 也帮助我们 在生活上 不要迷信 愿光荣归父 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尽日引然 直到永远 愿成了天主 圣父及圣子 及圣神 降福了我们 中文 Bye wouldn you t 有 那 我们 去 召开 床 轻